大家好,塔尖亂南首先在这里,预祝各位明日端午节快乐 亦预先功课来中秋是人月两团圆,尤其是在疫症 令到很多人都被迫要分开的时候 好了,没有啊,纯粹因为2021年都差不多半年了,现在都6月,6月中 刚刚这个水翼亦正式踏入了两星期,但我之前也经常说 这次是早到你一开始有前阴影期的影响力已经来 前阴影期是前阴影期,这次水翼的应期是应得特别早 为什么呢?我以前解释过,但是我之后呢,在这条片的后段我会再提到大家 所以,也有一些盘点,有一些个人的感受 也都是看看这半年里面有什么已经是讲中了 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思 当然啦,我自己来说呢,我最影响得我最深的就是我的电脑 那个底板坏了,所以这样呢,才令到今期的塔尖热临星座运势 不能够全部如期出光了,OK? 这件事,详细可以看回我5月17号的正所谓爆粗post 无论在Facebook,IG,Miri,甚至Youtube这四大平台 都是有放的,但是我在这里呢,可以给大家一个连续 好了,这个当然是对我最深刻的影响 但是其实呢,我自己也有其他一些个人的分享 例如呢,这里,首先我有朋友去无端端找回我 对啦,这件事都很正常 对啦,我想我都没有见他一年了 对啦,好,那接着就... 啊,这个就大件事了 这个真的很厉害,发生什么事呢? 呃,我表哥,对啦 哇,其实这次水益呢,除了我不断在这里提醒大家 呃,会见到同学仔,是不是? 无论中学,小学,甚至幼稚园 那或者是那些学生时代的人 那所以是,呃,老师,呃,校长,是的 那,还有旧同事,那这些人呢,是会... 就是我不断在这里提醒,这些人是会特别被你容易见到的 但是其实还有亲戚 但是只不过我觉得,啊,亲戚这件事比较mine 那还有,就是,通常都会挺容易见到亲戚的,是不是? 所以在这一路来说呢,我也没有特别去提醒大家 但是如果你们是熟悉尖声的话呢,应该知道,咦,水星和双子座呢 其实他就是管理的extended family的,Bingo 大家知不知道,其实这个表哥呢,我已经是... 真的很多年没见他,但是他不是在爱国的,他是在香港的日式 但是呢,就是因为一些原因,他就... 很少很少向一些家庭的座会出现 我想我真的... 多少年没见他呢? 我想是20...我想是... 雨伸运动之后 是的,anyways,那... 但放心他是好人来的,anyways,是的 但是呢,这个表哥呢,我是上星期日... 即是什么时候呢? 在6月6号才无端端见到他 即是我那晚去婆婆家的食饭 哇,我一开门见到他,我都哗了一声 哇,这么久没见的? 是的,那... 相信其实是因为他就快都要移民 是的,那... 所以就想移民之前呢,去... 就是... 争取多些时间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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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是一个非常之特别的分享 那... 然后现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去听听我的学生发生什么事情 好,你再说一遍 这个水星地形对你有什么的影响? 吃完饭之后 把那学生证放在口袋里 走的时候还在 然后到家了就掉了 对,学生证不见了,对吧 那现在最后要怎么办? 最后要花100块去补办一张 100块,天哪